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叔叔老师好 你好 老师好 来 我们最要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来自山西省合金市一堂村的高晓东 高晓东 对 这个是我的爱人 严芳 你们是平时的工作是表演吗 不是 我以前的工作是消防警察 后来是巡警 现在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做专业的剪纸创作 哇 剪纸 对 不像吧 真不像 哎呀 好多人都说不像 你怎么会喜欢上剪纸的呢 我从小就喜欢美术与剪纸 把我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这方面的学习上 期待着有一天能把我的爱好转变为我的事业 所以这些年来我就一直在坚持 如果说一件事情你要坚持的话 只能说有两个原因 嗯 第一个是你不喜欢 嗯 但是必须去做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有太多的困难阻挠 你到底是哪一种 我是后者 后者 对 你的困难来自于哪 困难有好多方面 家庭的经济方面 孩子的教育 老人的善养 刚开始我对他那个简直特别反对 嗯 因为他那个用疯狂两个字 疯狂 对 他疯狂到就是 家庭的孩子的教育 家庭的经济 跟家庭家里面的琐事 他不问 经济困难到我姑娘有一岁多的时候 她要吃那个饼干 我都买不起 多少钱 一块多钱啊 一块多钱 我都借我同事的五毛钱 才给我姑娘买 剪纸要花钱吗 是啊 什么话 纸花钱 纸就是一张那个悬纸 就是福果膜的 就是8块钱 8块 对 可以买几袋饼干了 最让他接受不了的就是 后来我干脆辞去工作 对 那是我最接受不了的 嗯 辞掉他自己的工作 就是专心的就是要做减纸 那更没收入了 一切一切的压力 就压在我自己的头上 我说他他不改 而且他还有一个想法 要拿这个减纸 要挑战基尼斯 哦 所以就是说把我弄的 我都进医院 因为压力太大嘛 再开个鞋店 就是通过那个 通过鞋店维持我孩子成长 既然这么疯狂 我们看看 剪纸的这个作品 到底有多精彩 这一幅剪纸就是中华双圣图 文圣给五圣 孔子和关公是吧 这个基尼斯的作品 缩小版 400名之一的缩小版 缩小版 对对 所以这原来的有多大 原来的是456平方米 这个剪纸 它是也先有构思 构思出来再画 这幅作品 从构思到完成 五年才创作 这构思谁想的 是我老公 让我老公说一句 你想出来 因为这一幅作品 从开始到完成 它要经十几道工序 画图的时候 就是拿一个拖把棍 上面绑上笔 在那个场地上画 我一个人画了三个多月 没有人陪我说话 所以说 这是一个困难 再一个就是 因为没那么大的纸嘛 所以就是要等不到一平米的纸 就要把它拼接起来 我二人就是为了帮我完成这个梦想 他就用那个电源一朵 给我拼接这个纸 后来他跟我共同来挑战 我刚开始我是反对 到那个默认 到支持 到参与 其实他以前也不是讨厌他减纸 他以前是讨厌他不负家庭责任 对吧 其实他对于你的爱好 只要生活能支撑的 他都愿意去支持 爱你所爱 对 老师我特别想问一下 就是创作本身 应该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事情 你会这么痛苦或者这么委屈呢 我给那个老师也解释一下 因为创作这个漫长的这个时间 用了一千多张纸 这个经济这一块是我们的压力 我们都能砍过来 关键的是我们作画的过程中 就是一年四季的 在一个空旷的卵球场地里面 就是我们两个人 我们就是说 就是说一句话都是要刨过去 到他那块说 我在那个篮球场这边 他在篮球场那边 我们俩就是做话 就是说话 你想篮球场那么大 说话也听不见 我就 我看他去那个出去了 出去了我一肚子气 我就找他是不是他玩了 我出去我看他 他站到那个一个角落里面 他在那个大男人在那个哭的时候 我心里面 我说我一定要做好 特别的一个 一个支撑他身体的 我都明白 其实我那种感觉 艺术家呀 他们就像孩子一样去表达 但是艺术家呢 又同时他们又偏执又脆弱 他们脆弱的时候 需要你去呵护他和照顾他 但他就靠着那份偏执 才能坚持下来 对不对 对 是 如果要流泪也是幸福的泪水 而不是委屈的泪水 关键是在于你刚才所说的那两点 手工艺的精湛和文化价值的蕴含 这两点很重要 对 对 对不对 那么说这么多 咱们剪两个看看吧 我们有请工作人员 把这个工作台给我们拿上来 胡老师 请看 这好耶 特别是那个眼神 确实是很传神 我很少看见这个剪纸 有的时候剪的像 但是剪的神似的 就是那个眼神啊 很少剪 你看 而且还真的剪出单眼皮 是吧 谢谢 还有给四位老师 你们猜一下 我们给你们做的 也是一个小礼品 富贵吉祥 梅兰竹菊 关键的是 我们是关公故里的 给四位老师 一人做一个 关老爷的那个肖像 谢谢 谢谢 好呀好呀 来来上来 谢谢 谢谢 这样吧 大家都拿到了礼物 那既然要领略一下 剪纸艺术的巧妙 就让老师带着 咱们剪一剪 好 好不好 好的好的 你看看谁剪得好啊 涂黑的部位 把它给剪掉就行了 涂黑的地方把它剪掉 涂黑的地方剪 不一定容易 弯的地方 钻脚的地方 不那么容易剪 先把这个下面 这个黑的都有点 你哥这个是心心相印的 好 谢谢 刚才说有俩孩子是吧 对 他们喜欢坚持吗 喜欢 他们就是我的传承人嘛 今天女儿和女婿来到了现场 好 来我们掌声欢迎 你好 你好 杜老师好 来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魏林希 各位老师好 我是高晓东的女儿 我叫高亚男 刚才说 你很喜欢剪纸是吧 是的 杜老师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我做销售的 怎么大老爷们都喜欢上剪纸了呢 我一开始不了解剪纸 在我的印象中 我觉得剪纸就是剪剪窗花 或者是剪剪什么小动物之类的 然后呢 当我到这个家里面以后 就是看到爸妈的作品 做的是人物文化 历史文化 以及德效文化 通过这块来 让我深深地被吸引了 如果她在爱上一样东西 我肯定支持 会有你妈这么支持吗 我会 做得到 做得到 他们 像他们的内容 让我记忆最深刻的 就是也是比较心酸的一个事情 就是当时在做那个大做的时候 在篮球场里 然后当时我就去送饭 他们俩都睡着了 整天没日没夜 那么去剪纸 就特别累 然后他疲惫的 就躺在地板上 当时那个地板 特别特别地冷 他们就全睡着了 当时我送饭的时候 我就很心疼他们 然后呢 我就没有叫他们起床 就是想让他多睡一会儿 当时那个情况下 他们都能坚持 就是我的老公 如果他愿意去做的话 我也一定会支持他的 坚持做一件事情 本身就很难 尤其是在现在这样一个 诱惑挺多的时候 今天的心愿是谁的心愿 我的心愿 你的心愿 请说说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就是 想在国内 想在国内举办一场 剪纸艺术专场展 好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心愿 因为我吉尼斯挑战成功以后 迎马来西亚邀请 吉尼斯那个作品 在马来西亚 举办了一个全球的手展 所以说我回来以后 我就在想 咱们的东西 怎么没有在国内展出呢 所以听了她的幸福心愿之后 我觉得赵晓燕应该首先发言 是 我觉得高先生真的很让我感动 你们的这个创作的过程 环境是非常艰辛的 我觉得能走到今天 那个东西能做出来 其实是太太不离不弃 那我明朗的话 最开始是做这个策展工作的 策展服务的 那所以呢 在您做这个展览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提供支持 谢谢你们 让我们看到爱的力量 加油 谢谢你